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事工难题 创新践行时即将播出高原上的绿色宝藏 这里是四川西部的川西高原 平均海拔超过三千米 在距离甘思藏族自治州雅江县县城 数十千米外的深山峡谷当中 一支工程团队正在建造一座大型水利工程 两河口水电站 是目前中国建造的 海拔最高的百万千瓦机水电站 建成之后 水电站年发电量达110亿千瓦时 可满足近2500万人一年的用电需求 未来 这座水电站将和雅龙江流域 计划开发的其他水电站一起 形成总装机容量达3000万千瓦的 强大梯极水力发电体系 年发电量约1500亿千瓦时 这将有效缓解中国东部部分地区 用电高峰期和枯水期 电力紧缺的难题 在确定选址后 工程团队正在进行 水电站大坝工程的建设 工人袁志毅干水力工程 已将近40年 但是在平均海拔3000米的工地上作业 还是头一次 他和工友每天的工作时间 不超过8小时 然而相较于低海拔地区的工程 他们的工作效率大大降低 他可能在低海拔 他能干一天的活 但是到高海拔 他只能干半天 作业效率降低的不仅是工人 就连机械设备在施工过程中 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降效问题 特别是我们的空压 气动这些设备 就需要用到这种压缩 压缩气体的这些设备 它的这个降效可能就更明显了 基本上能达到百分之五六十 就相当不错了 导致工程人员和设备降效的 是缺氧的高原环境 根据测算 这里的含氧量 仅有中国东部平原地区的 百分之六十九 高原缺氧给工程施工 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工程施工降效 会导致工期大幅延长 工程成本剧增 不仅如此 工程人员和设备的降效 甚至可能影响到 目前正在建造的 水电站大坝的工程质量 大坝是水电站用来挡水蓄水 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它必须足够坚固 才能挡住水库存水 带来的巨大压力 除此之外 它还必须具备良好的密封性 防止水流发生渗漏 工程团队用当地的土石材料 修筑大坝 他们先要修筑新墙 然后用石材对新墙进行加固 新墙是大坝防止渗漏的关键结构 它的建造尤为重要 我们的混凝土坝 实际上是用混凝土在挡水 然后我们的新墙 堆尸坝是用新墙在挡水 我们的新墙就是用粘土 平常用相当于玩泥板这种粘土 掺一定的比例的这种人工骨料 人工砂石 掺一定比例的就是人造石 来这个形成的 新墙高295米 为保证新墙的质量 工程团队将新墙分为1123层 分层进行建造 加层分布包括我们的粒石 然后含量不一样 新墙填了几层以后 我们后来突然发现 这个三类土不行 三类土我们现在要改一类土 用一类土二类土 基本把这个坝填完 这是现在这么一个 比较现实的问题 建造新墙需要先设粘土和粒石 然后再用碾压机 进行超过十遍的碾压 将材料压紧压石 工程团队按照这样的建造方法 一层一层进行建造 直至新墙完成 碾压机把它一层一层的 紧紧的压在一块 相当于一层一层贴上去 3D打印一样 它每一层和每一层之间 因为我们的这个粘土 它天然就带这种粘性 碾压作业是新墙建造的关键 每层新墙的施工 工程人员需要对数千 甚至上万平方米的区域 进行长时间的碾压作业 碾压作业对质量 有着超高的要求 每寸土地都要碾压到位 不能有任何碾压不实 甚至松动的地方 否则就可能影响到 新墙的稳固和密实 但是高原缺氧的环境 却让施工质量 无法得到良好的保障 我们要保证 整个大坝的施工质量 必须要对碾压的这种 过程参数控制得非常严格 比如说碾压行驶的轨迹 它的方向 碾压的变数等这些 过程参数都有严格的控制标准 那么碾压车司机在长时间的 高寒缺氧的这种环境下 是很难做到精力集中的 这样就可能会导致控制的不精准 造成碾压过程中出现漏碾 或者超碾的现象 对我们的大坝的施工质量 是非常不利的 除此之外 长时间的碾压作业 也会给驾驶人员的身体 造成不适 驾驶人员的健康 也是工程施工团队 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像普通人 在这种地平震动的碾压车上 作业的话 也就是20分钟左右 可能就会产生呕吐的这种感觉 还是非常难受的 而我们的这个碾压车司机 需要白天连续好几个小时 在碾压车上开展作业 长时间的 忍受这种震动的工作状态 对人的身体 也是有不利的影响的 而两河口水电站 大坝的总填注量 达4300万立方米 相当于六个国家体育场 鸟巢的体积 巨大的工程量 给碾压作业带来了挑战 如果采用常规 人工碾压的方式进行作业 高原缺氧导致的工程降效 以及人工驾驶碾压机的不适 可能会给大坝质量 带来安全隐患 现在趁着这个4月底 5月份 我们这个6月份在蓄水嘛 4月份可能放点水 但是没关系 工程施工并不顺利 这也让工程负责人张东明 有着不小的压力 两河口水电站 是中国目前建设的 海拔最高的 百万千瓦级水电站 他非常清楚这项工程 对于中国水电工程发展的 重要意义 中国西部的高原地区 蕴藏着丰富的水能资源 如果能够得到合理开发和利用 可以为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 提供充足的绿色能源 提高百姓的生活水平 但是要想在高原地区 修筑大型高霸水电站 工程团队需要面对 复杂地质环境和气候环境 带来的种种难题 如果能够解决这些难题 将对未来中国 高原修筑大型水电站 积累宝贵的经验 那么工程团队怎么样才能解决 高原环境 给工程人员和机械 带来的降效问题呢 随着工程技术的发展 自动化智能化的装备 越来越多地应用到了 工程施工领域 提高了工程施工的效率和精度 这个也是做的比方法 就是我们这个凑具链 这个凑具比较规矩 然后我们线上联络一下 都是40公分 对水料现在粒精基本可控 它变成磨料也基本可控了 你看三个层次嘛 三个层次 事实上早在项目建设之前 工程团队就开始研发一种 无人架势 可以远程操控的碾压机 它可以在工作人员的信号指引下 严格按照碾压标准 对新墙进行碾压作业 一旦研发成功 它不仅可以解决高原缺氧 带来的工程降效难题 还可以避免施工人员 因操作不规范 带来的漏碾问题 我是堆时区 我用搭接法施工的话 我需要它条带和条带之间 要搭接20公分 那有些碾压机老司机 它就刚好贴着你这个边 就碾过去了 这样你这个每个条带少20公分 每个条带少20公分 它就很快就能把它施工完 但是这个质量 尤其是在这个接触部位的质量 它就得不到保障了 但是我们的无人脸 它就非常听话 我跟它设置多少搭接宽度 它就会按照我的这个设置的参数 去这样去搓具 去这样去碾压 经过数月的研发设计 无人碾压机很快被制造出来 无人碾压机长6.8米 高2.4米 宽2.5米 作业时 它可以在操作人员远程操控下 以每秒28次 每次68吨的巨大冲击力 对新墙进行碾压作业 接下来 它将进行一系列测试 今天在开展这个功能测试之前的一次 全面的系统的检查 特别是要注意我们以前出现的几个小问题 包括我们线束系统的这个接头 一定要安装牢靠 这个自动控制模块和这个避障雷达 这几个主要的这个功能 一定要仔细检查 岳潘是天津大学毕业的博士 主要从事水工结构工程 智能建设方面的研究 无人碾压机的测试任务 将由它来负责完成 然而在测试过程中 岳潘却发现了问题 为了保证碾压质量 碾压机会采用直线的轨迹 进行碾压作业 但是在碾压大的石块时 碾压机常发生测滑 一旦测滑 碾压机就很难回到 原有的碾压轨迹上 导致有的地方碾压不实 甚至漏碾 工程技术研发团队 如何解决无人碾压机测滑后 轨迹发生偏移的问题呢 创新进行时 稍后继续讲述 在水电站土石大坝的施工当中 新墙的碾压作业 对碾压机有严格的规定 为了保证能够将新墙压紧压实 碾压机以直线轨迹进行作业 到头后会掉头碾压新的区域 新的区域和刚碾压的区域 需要有20厘米的搭接 这才能保证碾压区域 不会有漏碾的地方 现场碾压机已启动 请分工站注意观察运行轨迹 方向没有偏转吧 方向没有偏转吧 但是月潘发现 无人碾压机在进行碾压作业时 有时遇到大块的立石 会发生侧滑的情况 两后口它是一个堆石吧 心强堆石吧 堆石的话 它的块头比较大 那个石头块头比较大 那么正常的碾压机 碾到上面它就会歪歪斜斜的 所以这个碾压机 它会造成它的一个左摇右摆 而无人碾压机发生策划后 常常无法回到原有的碾压轨迹上 碾压的轨迹偏了 会导致碾压机出现漏碾的问题 那么是否可以让碾压机 在测滑片以后 回到碾压轨迹上 并对漏碾的地方 重新进行碾压呢 月潘打算 采用人工智能的手段 来解决这个难题 其实无人碾压机 之所以能够进行智能碾压 是因为工程设计人员 给它安装了一个 聪明的大脑 这个大脑中 有一套研发人员专门编写的 复杂算法 无人碾压机行驶的轨迹 碾压的范围方向 都是由算法控制的 因为我们现场 有静态的障碍物 有动态的障碍物 静态的障碍物和动态障碍物 要采取不同的避障的策略 一定要与现场的 实际的参数相匹配 能够检测到障碍物的距离 要想解决无人碾压机 轨迹发生偏移的难题 技术研发团队 需要对算法进行调整 你这个控制算法 如果特别灵敏的话 它就容易出现超调的现象 就是它走着那种蛇形线 走成S线 如果说你这个控制算法 又特别不敏感的话 那你一歪它就 它就歪着走出去 所以这个中间这个度怎么把握 这个控制算法怎么去设计 这些都是我们面临的一些挑战 面临的一些难题 王家俊 是无人碾压机的技术研发人员之一 在大学时 他从事的是水电站大坝 智能建设领域的研究工作 他一直希望 可以用智能化的技术和装备 实现水电站大坝 建设和管理方式的改变 你要想 就是要想达到这个智能大坝 的这么一个水平 那么你在你这里面 必须要有人工智能的一些技术 必须要有机器人的一些技术 的一些应用 我用了一些机器人的一些技术 用了一些智慧化 把施工的一些手段 去改变了在数字化时期 由人来施工的这种 传统的施工工艺 那么王家俊是否能够顺利完成 无人碾压机算法的改建工作呢 创新进行时 稍后继续讲述 今天我们开始 新墙2792.3米这个操面的碾压 为了让无人碾压机在发生偏移后 能够迅速回到原来的碾压轨迹 并对偏移的位置进行补碾 王家俊和团队用了三个月的时间 进行了数十次的尝试 最终完成了对无人碾压机 智能算法的调整 解决了碾压机偏移的难题 但是 新的难题接踵而至 无人碾压机 虽然能够根据人工指令 完成碾压作业 但是怎么能够知道 碾压的区域是否达到了质量标准呢 如果碾压的质量不达标 工程团队又将如何进行调整呢 创新建行时 高原上的绿色宝藏 下集继续讲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